大家好,这一次呢我们来讲一下那个GitLabel的一个部署安装啊 这是我自己搭建的一个GitLabel在内网里面 它是8.25啊,就192.168.25这个IP 那我现在用一台比较新的一台虚拟机来搭建 它的IP是8.26啊,我们看一下这台虚拟机啊 它本身是没有安装任何东西的啊 好,8.26,这是它的IP,大家看一下这里啊 好,我现在在它上面去部署,用容器啊 容器部署一个GitLabel的一个网站啊 OK,然后部署完了之后呢 我会把这一台啊,这一台的备份备份出来 然后给到它,就是把备份出来给到它 然后让它有这些文档啊 OK,这是我已经见过的一些文档啊 那其实GitLabel是跟GitHub一样啊 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哈 就是一个文档管理的一个网站啊 那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哈 它是一个版本控制系统啊 它可以去使用Git的命令去 怎么说呢,去上传下载 或者克隆我们的这些代码库 以及版本控制啊 或者是说一些分支啊 这些东西我就不多讲啊 今天我就只讲 怎么去搭建一个自己的GitLabel 通过容器这种方式 OK 我们文档是在这里啊 去打开这个文档 我们看一下啊 这里边有个GitLabel啊 这个文档 然后呢 前面是用这种啊 就是系统安装的方式啊 程序安装的方式 我们就讲这里啊 就讲这里去用容器啊 28到34行用容器来搭建 OK 那用容器搭建呢 这是怎么产生一个GitLabel的容器啊 它本身那个这个容器的镜像 是用我们无邦图20的版本来做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实际上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系统啊 也是用的Centers 7.6的系统 然后呢 这上面有三个啊 第一个我们要去装这个容器的这个 Docker 然后呢 这一个哈 我们看一下 这有两个 一个是Repository 就是我们的亚米元容器的 然后 这个2.1G的是我们的一个镜像啊 GitLabel的一个 社区版的镜像 C1 社区版的 然后4.0K的这个是什么 一个脚本 OK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啊 GitLabel 那这个脚本呢 跟我们文档上的脚本是一样的啊 就是说 它会去产生一个容器 通过一个镜像啊 那这个镜像的名字呢 就是这个 对吧 那它的端口是80和这个 三个二 本来是会占用你数主机的二端口 我就把它改了一下 改成三个二了 那后面就是它的一些 配置文件啊 就是说它在哪里啊 它容器里面的券 就是容器里面的数据券 对应的我们数主机的这个 目录啊 这个冒号 后面就是挂载点嘛 对应的目录 OK 好 那我们先要装这个 就我们就需要把这个Docker 这个放到这个亚门里面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 还是开一个绘画 然后呢 我们去亚门install 然后Docker CE 我们先把Docker装上哈 这需要一点时间哈 很快的 我们暂停一下哈 好 安装完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启动一下这个容器 Docker Docker 启动一下Docker哈 Docker减飞看一下 OK Docker版本是20.10.7哈 OK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Docker有没有镜像哈 它是没有镜像的啊 那没有镜像的话 我们就需要Docker 也呃 load 把这个镜像导进去啊 Gate 呃 Gate哪一个呢 Gate CE 是吧 这是它的一个镜像哈 我们知道容器本身呢 是基于镜像的 那镜像呢 是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封装 以及操作系统的一个 呃 相关的一些程序啊 做做封装啊 它不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内核 它没有内核啊 那其实呢 它可以把你的相关的软件和系统文件呢 呃 打包在一起 这避免了一些什么 避免了一些依赖包的一些冲突 和安装 OK 这就是在导入我们Gate Lab 已经安装好的一个镜像啊 然后呢 嗯 我们待会进容器去看一下 它本身里面是没有 斜杠boot这个挂在里面的 这个挂在里面就是我们系统的内核 那容器呢 本身呢 它是跟我们操作系统共享内核的 也就共享了内核控制的这些硬件 比方说网络 呃 比方说磁盘 存储 还有就是它的这些呃 呃 内核的就是CPU内存的这些东西 呃 OK 这个还要一点时间 我们等一下啊 暂停一下 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你看这里就有了这个镜像啊 这里是镜像 那容器是基于镜像 这个呃 它的一个圆哈 来产生一些实力的 就是它产生一些实力 它可口度可血 对吧 然后镜像本身是指读的 就这样的 就相当于你想基于 基于这些呃 操作系统本身的一个链接客龙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啊 刚刚也看了是吧 那我讲一下哈 就是我我会去 这个是docker1-d 就后台嘛 然后名字 这个是容器的名字 对吧 然后restar就是开机 always 就是说你开 重启了宿主机系统呢 这个容器会自动开起来 然后它的p -p是端口号的印射 -v是它的一些数据券 对吧 三个数据券 最后是它镜像的名字 OK 就这样的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dockerps-a 我现在看是没有任何容器的 container ID没有的啊 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这个.sh 那很快它就会产生一个容器 看到没有 这个容器的名字就是get label 好 这样之后呢 我们看看哈 你看就有了吧 它有它的相关的一些名字啊 那好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ssh-nlpt 检查一下应用的端口 你看有80的端口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访问一下 192.168.26 对吧 那现在来说的话 它还 哦 没有s哈 这里没有s 8.26 8.26 看一下 看一下 还要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我看一下 稍等一下哈 现在可以访问的话 这是8.26 刚刚是因为它起的比较慢 它它是虚拟机吗 它也比较占内存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 它其实很消耗内存的 你看它消耗了怎么2.6个G 对不对 它起来要消耗很大的服务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 那来了之后 它会让你去猝死化一些密码啊 就是生成你的新的入层密码 然后这里啊 OK 我们看一下哈 我们写一个新的密码 他说你这个密码不对的哈 稍等一下 刚刚接了个电话 是这样的哈 就是说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它让你去输一个满足密码 复杂度的一个密码 然后弄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root 就是它的一个根嘛 对不对 就是它的管理员用户 然后呢 输入你刚刚输的这个 自己设置的密码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记住这个密码 你看进来了这个project呢 是什么都没有的啊 那实际上呢 我们是可以去设置一些 设置一些用户啊 这些对吧 来访问 访问它是吧 然后呢 它的数据库是这个postgreenseeker12.5 这个数据库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数据库啊 OK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哈 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导入其他的 这个项目啊 导入其他的项目 这个8.26 从这个8.25来到吧 OK 好 我们还是去备份一下哈 就去备份一下 我们来再开一个哈 呃 就直接ssh啊 8.25 那我们我们8.25这个主机名不一样哈 是gate label哈 OK 然后我们要进这个容器哈 Docker的这个叫做 我们看一下它当前的这个以前有备份 我们把它删掉 没有了哈 OK Dockerps 你看这里边也有一个Docker Git是吧 然后Docker EXE-ITGIT 进他的名字 然后bin bus 那我可以看到它是无邦图20.04的系统哈 进去之后呢 备份的时候是不用提任何服务的 就只是这样的 就这里输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在容器里边去输 因为它是在容器里边的系统运行的 这个get label的服务 我们进到容器里边 就创建 创建一个备份 这就是getwreck get label 冒号backup 冒号create 就是创建一个它的备份 这个备份呢 因为这个8.25的这一台呢 其实就是我本身有的这一台 看到没有 就这里就有这些project 有这些项目的 有这些文档的一台 那我们要把它备份出来 然后呢就还原给我们新创建的这一台 OK 大致就这样的 这个备份的过程有点久 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好这里备份完了之后呢 它应该是在一个目录下面 在哪个目录呢 这里有写 就是我光标的位置 我们进去看一下 OPT 给折白卡 这里 就在这里啊 那我们今天是6月8号 我们把6月06 把昨天的备份删掉啊 就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要考出来 对不对 那怎么把它考出去呢 因为它是容器里边的嘛 我们记住这个目录啊 然后退出来 然后退出来 Docker 那考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SCP 对吧 SCP到哪里去呢 到 到我们新建的那一台8.26下面 是吧 路持下面 就这样考过去 好 这是我们新建的 OK 我们退出来 你看就有了吧 就相当于是从另外一台安装好的 有project 有项目的一台 把它备份出来 我们再新的一台恢复哈 Docker SCP 拷贝是不是 拷贝这个16的 这一个 是吧 到哪里呢 到get label 冒号 是吧 我们还是放到这下面去 optic 然后get label backup 这下面 那我们要考到容器里边去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进这个容器 Docker exec 点it get label 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bus 进去 是吧 然后 你看在这里就有了 是吧 然后我们要恢复呢 因为恢复要停服务的 我们要把这两个服务停掉 停掉容器里边 这边的这个get label 的这个服务通过get label counter stop 去停止 停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什么 恢复了 是吧 这是恢复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名字 这个踏包 是一个踏包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多大 这样看一下 165兆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踏包 我们恢复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是get label backup restore backup等于什么 等于 我们可以把它输过去 但是我们复制的时候 就不要复制后面了 就是复制它这个版本 号就可以了 它这个记录的号 就不要跟后面的 这个什么 下滑线后面的 什么get label backup 点踏 就不要 千万不要这样 重点就在这里 一定要只给它 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就叫9.4 这个这个名字 那名字不一样 但是一定不要给 后面的这个什么 下滑线 get backup 就这样的 然后呢 它就会去恢复 这个时间有点久 我们稍微等一下 刚刚呢 这个红色的 就是红色的 它的权限有点问题 权限什么问题呢 你看它这里是 只有什么 没有执行的权限 那我就给它改了一下 经济mode 把它改成这个绿色的 也就是说 可以执行的权限 有了这个权限之后呢 我继续用这条命令 是吧 这个backup 去恢复 restore backup 这里恢复 就我关面的位置 然后呢 它就要问你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就是你要继续吗 Yes 好 这个时候呢 它说 它会把先前的 就是你 你本来已经存在的 这些项目 就是全部给你什么 remove掉 就清掉 清掉数据库里面 所有的东西 清掉之后呢 完完全全 用你这个备份文件 来重新恢复 就会它把以前的 这些都给你清掉 就这个意思 它不会是 这样的恢复 它只是全部的覆盖 你看 它都是一些表嘛 对不对 数据库里面的一些表 它其实是基于 这个postgreSQL 这个数据库来的 然后它就继续恢复 是吧 那恢复了之后 它问你要不要继续 这里 Yes 好 这里 它说这个restore的task is done 就是这个恢复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那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起这个服务 是不是 就要做这个 GateLabControl restore 就要去起这个服务 开始我们恢复的时候 是停了这些服务的 我们把它restore一下 好 restore之后呢 它就会把它的 这些GateLab 这些起起来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 GateLab的一个 安装 以及什么 备份 恢复 对吧 OK 这样子之后呢 它这个服务 其实还是起的比较久 还要等一会儿 那么退出这个容器 NL NLPT 你看 这些服务就80的端口 已经起来了 但它会等一下 我们稍等一下 服务没起来的时候 你看8.26的话 它就有一个502的 就找不到嘛 这些服务就找不到 找不到的话 你要等一下 是吧 等一下它这个服务起来之后呢 它过一会儿 它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哈 你看1.6个G 它已经使用了 是不是 1.4个G 1.5 你看它往上走 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呢 它这个 已经用了7个G 看到没有 本来你镜像也有点大嘛 是不是 就两个G导进去 还有这个什么 它这个包 是不是 刚刚我做了一个操作 就是轻机mode 改了一下这个包的权限 我赶755了 16 就这样的 否则的话 你导导到数据库 里面去你备份恢复的时候 可能有些问题 它就会提示你没有权限 OK 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 刷新一下 它这个比较慢啊 这个 等一下 刷新了一下之后呢 它这个就起来了 8.26 就是我们新部署的这一台 然后登进去 是不是用密码 你看我们以前改的logo 也是回来的 SOG 吹林 是不是 然后密码的话 密码 我已经 密码也会改 也会改成以前的 你要重新输一下 稍等 稍等 稍等一下 看一下密码是多少 可能我以前密码记错了 它密码也是以前的密码 也会给你备份回来的 你看 好了 你看 所有的文档都有了吧 对吧 我们在这里边来看啊 打开一个project 是吧 一个项目啊 GateLabel本身的使用 我不说啊 其实在网上有很多 怎么去改它的 什么室友工友啊 或者是内部的属性啊 是吧 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 文档的平台和管理器来用 也版本控制啊 这些东西啊 包括我们的Gate什么 Push啊 这些是吧 Pool啊 这些很多 GateKlon 是吧 这是Gate的使用 我今天只讲什么 只讲我们的这个 OK 这里啊 只讲我们GateLabel的一个安装 是吧 以及它的一个备份恢复 是吧 就这里 好 这里是什么 备份 对吧 20行这里是备份 然后呢 它备份会默认在这个目录下面 容器里边啊 然后如果是你正常安装的 也是在这个目录里边 然后它的还原的时候 要停止它的服务 然后呢 备份这个到数据库是吧 恢复这个到数据库 然后呢 最后面一定不要写什么 踏包的那些后槌 一定要写这个版本号 是吧 就是你备份的日期号啊 这些东西 然后再起这个服务就可以了 这下面就是我们创建什么 创建这个容器的 安装容器 导入这个Gate 就是GateLabel的这个 社区版的容器的一个过程啊 刚刚我们也演示过了 OK 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我们已经备份完了 已经生成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最新的 今天恢复的东西 有没有在哈 应该有在的哈 应该更新过来了 再检查一下 呃 看看这个 我们今天更新了一个 Uric的东西哈 我们看它有没有 诶 有的 这脚本是有的 是不是 OK 好 这就是 呃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呃 关于这个 GateLabel的一个容器的部署 以及 它的一个备份和恢复 恢复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